大家好,我是你们爱操心的孟老师 今天又操心你们的健康问题 现在大家的工作常常是在办公室里面 一坐就是一天,俗称我们说的九坐 九坐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除了是影响我们臀部肌肉的外形美观之外 它还会有以下几点的伤害 第一点就是肥胖 主要是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堆积 第二点就是加快我们的一个衰老 因为我们运动的比较少 第三点是全身性的骨质疏松 第四点是得脑梗的风险会大一点 第五点就是颈椎病 因为我们长期服务工作的话 我们整个脊柱它的生理曲度也会发生改变的 第六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痔疮 第七点就是男性同志容易出现前连线炎 前连线增生以及性功能障碍 女性同志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疾病 所以久做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 就要起身来活动一下 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脊柱 还有就是做一些跳跃的动作 还有就是压压腿拉伸一下我们的小腿 促进一下下肢部位的血液循环 心脏病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 也是老年人高发的疾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心脏病的预防 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心护心呢 其实只要长按三个穴位 就可以对心脏病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1. 集泉学 集泉学在我们一窝的顶点 液动脉搏动处 集泉学是手哨音心经第一学 如果出现心悸胸闷喘不过气的症状时 就可以用手指按压集泉学 感觉酸麻感即可 只要手法力度得当的话 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对心脏起到一定的保险作用 2. 太渊学 太渊学在腕掌侧横温饶侧凹陷处 当出现心率不齐心悸的症状时 就可以对太渊学进行按揉 按揉三到五分钟即可 如果是心脏不好的人 或者是想要养心的人 就可以每天按揉太渊学 就可以对心脏起到保险作用了 3. 少甫学 少甫学在手掌手握拳时 小手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 它属于手绍阴心经 对治疗心脚痛和心剂有很好的效果 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这个穴位 3到5分钟 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 若是有心脚痛的人 可以早晚个按一次 可以防止心脚痛的发生 夏天到了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苗条的身材 这样穿衣服才会好看 但是减肥却是很多人的烦恼 那么该如何减肥呢 今天就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动作 帮助我们燃烧脂肪 轻松享受 第一个动作 开合跳 这个动作只需原地站立 然后在跳起来的时候 双手双脚分开 宽度稍微比肩宽甲 落地的时候 双手双脚再并拢 每天重复这个动作40秒 这个动作可以消耗非常多的热量 帮助燃烧脂肪 长坐能够达到很好的减肥效果 第二个动作 背靠墙坐 将我们的后背挺直地靠在墙上 然后大腿和小腿成90度角弯曲 就像坐着一样 像这样悬空坚持40秒左右 然后休息一会儿 可多坐几次 第三个动作 抬腿 平坐在地面上 然后双脚慢慢地弯曲 分开平放在地面 两只手放在身体的两侧 用双手支撑在地面上 然后双腿抬起与臀部一样高 双脚一起用力 慢慢地将身体抬起来 保持这个姿势5秒钟回到原位 这个动作重复5到10次 这三个小动作 能够有效地燃烧你体内的脂肪 帮你快速瘦身 如果想要身材变得更加完美 一定要勤加练习哦 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病 除了中老年人以外 经常坐在电脑前和低头玩手机 都会出现颈椎病 下面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动作 可以活动伸展肩颈 舒缓肩颈疼痛 预防治疗颈椎病 动作一将脖子缓慢地向前驱 达到最大幅度之后 保持5秒钟回到原位 然后在缓慢的后仰 也是达到最大的幅度 保持5秒钟回到原位 这个动作做10次 动作二将颈椎慢慢地向上拔身 然后头和脖子向左侧旋转 眼睛向后下方看脚后跟 达到最大幅度之后 用力地拔伸脖子 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 然后还原 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动作 也是反复地做10次 动作三 站直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将双手在身后向握 然后用力地向后拉伸 同时头和脖子 尽力地向后仰 使肩颈背部的肌肉用力收缩 保持这个动作5秒 然后恢复原位 同样这个动作做10次 这三个简单的小动作 只要长期坚持 就能够帮助我们防治颈椎病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 纠正不良姿势和习惯 避免高枕睡眠 注意颈肩部的保暖 避免头颈肤皱物 美之心 人皆有之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加美丽 那今天啊 给大家介绍三个神奇的美容学位 每天按一按 美容养颜 延缓垂老 一 少甫学 少甫学属于手哨音心经 这个学位很好找 将手握拳 小手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 按摩时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按揉 按揉力度要适中 每次按摩个5分钟左右就行 每天两次 这个学位有很好的活血润肤 排毒消炎的作用 二 神门学 神门学在手腕的内侧 齿侧腕曲肌见的饶侧凹陷处即逝 刺激这个学位也是呢 用拇指按揉 每天睡觉前按揉个3到5分钟 神门学有促进面部学循环 改善面部供学 滋养皮肤的功效 三 鱼记学 在手掌第一掌骨终点的饶侧 吃白肉记处 按摩时用大拇指做圈状按揉5分钟左右 每天早晚各一次 这个学位有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 散育润肤的功效 所以有空的时候 多按手上这三个学位 可以帮你有内而外的进行调理 帮助肌肤 红润水嫩 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但是现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出现了眼睛近视的问题 而治疗近视除了日常和手术外 也可以对我们身上的血位进行按摩 也能够起到防治肌肢眼的效果 第一个学位 精明学 精明学在我们内眼角 稍上方的凹陷处 按摩这个学位 要每隔两个小时按摩一次 按摩时用大拇指或者食指 做圈状二揉 每次按揉 一到三分钟即可 按摩这个学位可以令疲劳的双眼 立刻得到放松 第二个学位 四白学 四白学在我们正视前方时 瞳孔直下方 眼眶下面一横指的地方 按摩时也是用食指 每隔两个小时按摩一次 按摩一到三分钟左右 按摩这个学位 可以让血管里的血更加充盈 对眼睛非常好 可以起到防治近视眼的作用 第三个学位 后吸血 将手握拳 在感情线条纹的尽头就是后吸血 它是奇经八脉的交汇血 它有通督脉 歇息火 立眼目的功效 按摩的时候 可以用我们的大拇指指腹按揉 按揉的时候 力度要适中 每次按摩五分钟左右 每天按摩两次 就能够起到保护眼睛 预防近视眼的作用 就能够起到我们的手指 擅长 祂